快跑,这是什么东西 今天去渔店,路过车库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让我毛骨悚然的事情 车库漆黑的一角 传来了真正凄惨的叫声 当我大声吆喝一声 车库的声控都居然没有亮 而且对面的声音也是戛然而止 手机闪光东一打开 快看哪,对面居然有了两对亮光 没了,又没了 喂,出来,赶紧给我出来 瞧瞧,瞧瞧,又亮了,又亮了 这空空的地底下车库 真是太闲人了 撞起打子,走着 咱们过去看一下 虽然心里慌得一批 但是好奇心,还是驱使着我 慢慢的小步靠近 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 这两个东西,应该也是在看着我 一定要相信,这个世上 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是话说回来 我自己一个人,还真心有点不敢靠前 这不管换了谁 看着这蓝光一闪一闪的 心里多半都会发毛吧 为了避免一会儿 发生不必要的伤害 我就来到这边,望了一下红色的围栏 这倒好 直接给那两个东西吓得跑了出来 好嘛 一直到这会儿学着的心 才放了下来 果真是两只猫 其中的一只还在看着我 带出一副攻击的架势 咋的啊,这他还激励了一下 转回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哇哼,什么情况 哪去了 我的妈呀 还好通过闪光洞能看到他们的眼睛 这要是真的啥都看不见了 我估计能给我下的原地起飞 喂,我说你们要干啥去呢 好家伙,看来真的是彻底的溜了 天呐,居然让两只猫 搞得我如此的紧张 鲁鲁,我跟你说 今天过来找你的路上 可给我吓坏了 你可不知道 我那心脏都快蹦出来了 我正跟你说话呢 你咋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别怪我没提醒你 最近想把你变成烤乳猪的人 又多了十几位 我感觉你这身肉 都快不够分的了 猪兄,就这样吧 你好自为之 自求多福吧你